他每次在拍影片都沒頭沒背 只有拍頭沒有後續 為什麼要戴個面具 大家直接把面具拿下來 直接面對 如果你真的沒有錢買衣服的話 我送五套給你 都不同顏色的 禮拜一穿到禮拜五六日讓你休息 我要再告發他 冒鬆警察 我要講個最實際的 羅智翔跌了百分之六十 陳寧九跌了百分之五十八 包括王美愛瑞絲跌了百分之八十六 他每次在拍影片都沒頭沒背 只有拍頭沒有後續 為什麼要戴個面具 大家直接把面具拿下來直接面對 對不對 五月五號六點 我在運動場等他 那如果他沒有到 加退出直播間YT間 再來今天順便我還要再告發 他2017年 八月 在上納豆的同學搞什麼鬼的節目裡面 冒充警察 他是台南高分檢的替代役 他不是警察 在他的節目牌子上面寫警察兩個字 在這個追溯期有五年 到今年的八月才過 所以說我要再告發他 冒充警察的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2017年11月成立了齊天國際有限公司 資本額五十萬一間公司 從來沒有競標的經驗 竟然能夠拿到新北市城鎮鄉村發展計畫七百萬的標案 一間公司從來沒有競標標案 從來沒有買 沒有去參與過那麼多來國家工程或是國家的一些鄉村計畫的競標 竟然能夠一家競標啊一家得標啊 那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要麻煩很多 這個記者朋友 包括接下來我還會找更高的單位來舉發 裡面是不是有什麼不法的情節 不過我看它很簡單啦 應該沒有錢買衣服啦 每天都穿衣服你知道嗎 拍拍怎麼辦 也不知道到底有錢買什麼 沒有錢買什麼 那天我直播再說 我說沒關係 如果你真的沒有錢買衣服的話 我送五套給你都不同顏色的 禮拜一穿到禮拜五六日讓你休息 不夠我再多買兩套運動服裝吧 對不對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